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剛才做了一個視頻講到溫哥華有一個社區的華人 他們組織了一個持槍自救互助群 群裡面的要求是只要有一個成員 受到了其他族裔的人的攻擊 那麼所有的成員都要帶著武器 去趕到現場去救援他 那我在視頻裡面就表示 但是現在加拿大的情況還有其他西方國家的情況也一樣 建立這種群沒有必要 因為整個法律體系現在還是非常有效的運作的 不會產生大規模的這種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 甚至是如果是有語言的或者是個別的肢體的衝突 那大家自己解決就行了,不需要搞這麼大的陣仗 居民、公民帶槍執法,自己去上街執法 這本身就是違法的行為 而且這種行為可能反而會亮成不必要的這種暴力升級 對我們華人在西方社會發展是不利的 對於華人和其他族群的這種和諧共處,這是不利的 所以說我是持反對意見的 做完這個視頻之後我就去準備睡覺 但是突然想起來,這裡面好像有點蹊蹺 為什麼呢?因為過去這一段時間在溫哥華 並沒有發生任何針對華人的這種語言的歧視 或者是肢體的衝突、毆打呀 或者是槍擊的事件沒有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會有這麼大的恐懼感 而且這麼快就組織起來了 你覺得有點奇怪,我就上網去查了一下 這一查才發現真是有大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我發現不僅僅是溫哥華 加拿大其他城市,美國的幾個華人聚居的大城市 甚至是澳洲的城市都同時出現了這樣的微信群 都同時出現了持槍互助的、自救的這種群體 而且這些微信群裡面的規則還都是一樣的 都是要求大家只要有一個人受到了攻擊 其他人都要帶著武器去救援 那麼在同一個時間,在過去這麼短短的兩三天之內 這麼多的人組建同樣的群 這難道是自發的嗎?不可能啊 那一定是背後有力量在操縱啊 那麼哪一股力量在操縱呢? 只有一股力量,有這個能力 那就是中共的力量,就是中共的這個實領館 他們的大外宣,甚至是他們的特務系統 在運作這一件事情才能夠讓這麼多城市 這麼多的人同時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所以說我現在這個視頻裡面要正宗的告誡大家 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定不能被中共給利用了 中共現在呢,他可能是在下一場一盤很大的棋 可能要用我們海外華人作為棋子 他有可能甚至是要打一場超限戰 要用我們海外的華人來當炮灰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避免作為他們的棋子,作為他們的炮灰 一旦陷入了那種境地 那我們海外華人的處境就會非常的艱難了 過去這幾十年,我們海外華人在西方社會 都是安居樂業都過得很好 不要上了中共的當,不要跳進了中共給我們挖的坑 中共現在他知道他們一定是會和西方世界 也會和全世界為敵的,因為這次他們闖禍闖大了 最後全世界一定會找他們算賬的 那麼他們知道全世界找他們算賬的時候 他們唯一的生存的機會就是讓國內的老百姓 支持他們,服從他們 那麼怎麼樣才能讓國內的老百姓去支持他們 服從他們呢?這麼一些壞種全世界都反對他們 中國的老百姓為什麼要支持他們呢? 那有一個辦法,他就是製造全世界都在排華 全世界都對華人不好,要製造這樣一個景象 他才能夠說服中國老百姓,你們聽我的 聽我的就能夠生存,否則全世界進來把我們都給滅了 他現在就是要製造這種假象 那有一個預言就是說,一個農夫跟他的兒子說 說這個豬啊,他們吃不飽,鬧事怎麼辦 那兒子就說,那我們就多給他們餵點飼料不就行了 那農夫就告訴兒子說,你這個笨蛋,不需要的 你只要告訴這些豬,說外面有狼,他們就聽話了 那現在中共,他們就是採取的這個農夫的策略 就是把中國人當作豬在對待 那麼我們呢,我們海外的華人 大家是自由的接受資訊的 我們是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的 這個時候一定不要上了中共的當 那我在網上還看見,在公開的推動這件事情 有一個人叫做李毅,他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頻道 名字就叫李毅,李毅是個什麼人呢? 他是中共的大外宣的其中的一個骨幹人員 他在台灣算是家喻戶曉 因為在去年或者是前年的時候 他曾經被台灣公開的驅逐出境 因為他不僅僅是散佈說中共的這個模式 是全世界最好的這種論調 而且他到台灣去了,公然在台灣就鼓吹 一定要無力統一 所以說在台灣犯了重路,把他給驅逐了 那麼這一次在這個頻道由他來發布這種信息 這也可以表明這就是中共在操作這件事情 在他的頻道的一個短視頻裡面 他就講到了說這一次在全世界各地 華人組建這種群,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川普說了中國病毒這四個字 造成了全美國的仇華、排華的情緒高漲 那對於川普說的這四個字我也是有意見的 我覺得他應當把中國改成中共,叫做中共病毒 這就對了,川普他本人過去是商人出身的 沒有在政治學方面用過太多的心對於這些措辭 不是很準確,那我相信他今後會改過來 實際上他今天在推特上面發了一個推特 也就是說,亞裔美國人是非常棒的 是受到美國法律保護的任何人不應當歧視他們 他們是這一次的災難的受害者應當 其他的美國人應當和亞裔一起 大家一起來戰勝這個困難 這個就說得非常好,我相信他今後會沿著 這樣的一條思路走下去 過去我也相信他也是沿著這一條思路走下去的 只不過是現在他被中共甩鍋了之後 說是美國的軍人在武漢幹了壞事了,放了毒了 川普怒不可惡,所以說拋出了這四個字 我相信他今後會拋出的中共病毒這四個字會更有利 他這個說法拋出來之後 並沒有在美國引起排華、仇華的情緒 實際上他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的 很多美國主流社會的媒體還有政治人物 都對他提出了批評 所以說這個什麼仇華、排華情緒 這都完全是子虛無有啊 實際上就是在挑撥這些華人 尤其是這些華人新移民 因為他們可能對美國社會還不太了解 挑撥他們跟美國其他族裔的 跟美國主流社會的這種敵對的情緒 而且一旦是中共操縱了這種群體 那還真的就有可能製造出一些暴力衝突起來 比如說在紐約有一些小混混、小流氓 任何城市都有,他們找到任何人 他們能夠欺負的、能夠搶劫的 他們就會搶劫一下 其中有一部分華人也是會被搶劫的 大家都有這個機會 那麼你一旦出現了這種狀況了 其他的人就叫警察來解決了 那只有華人突然一下子調過來 調集過來好幾百人持槍的在大街上面 那不會造成美國的其他的主義巨大的恐慌嘛 那這幾百人上了街了 那其中有人如果是他運用槍械的這個知識不行 技巧不行 或者是他本人就有暴力傾向 開始濫殺無辜、傷疾無辜 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不就會引起整個社會對於華人的仇視嗎 對於華人的恐懼嘛 那對華人不是更加的不利嗎 所以說中共現在就是想海外的華人 在海外出於一個不利的局面 出於一個被大家所有的人 各族裔的人都這個反對的 都拒絕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中共反而容易達到他們的目的 反而犧牲了我們這個華人之後 海外華人之後 中共會在國內獲得他們的利益 所以說大家一定不要上當 中共過去在毛澤東時代 他們一直是有這個傳統的 他們就是把海外華人當作炮灰的 最著名的就是他們向印尼、向東南亞 印尼輸出革命的這個案例 造成了對於當地華人極其重大的一個災難 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他們持續的在印尼發展共產黨組織 向印尼的共產黨輸送武器、培訓人員 印尼的共產黨在六、五年的時候 就發動了一次政變 就準備把這個印尼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但是這個政變最後就失敗了 失敗了之後呢 這個印尼軍隊的一個少將叫做蘇哈托 他就掌控了政權 掌控政權之後就開始對印尼的共產黨 大肆地逮捕、大肆地屠殺 因為是中共在背後支持的這個共產黨 所以說當時印尼的很多的華人 都被認為是共產黨 最後就遭了殃了 據說當時一共有五十萬印尼的共產黨被殺害 還有好多萬的人被監禁 被殺害的五十萬人當中其中有三十萬是華人 華人當時在印尼社會都是從商的 都是資產階級 他們沒有理由去搞這些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 那不就是隔他們自己的命嗎 但是共產黨不管這一套 中共不管這一套 周恩來在蘇聯開會的時候 當著所有的那些共產主義國家的那些頭頭的面 拍胸脯說我們在東南亞有很多的華人 是支持我們的 我們可以讓那些國家很快的改變顏色 變成紅色 那這個消息一下子就傳到了其他國家的 這個耳目當中了 那這些國家都對當地的華人既害怕又仇恨 那一些反共的人他們就在找機會 而那個時候人權的狀況 在全世界人權狀況還沒有那麼好 全世界對那些落後國家的監督還沒有那麼強 而且那個時候美國跟蘇聯處於冷戰狀態 處於你死我活的這種狀態 對共產主義也是極其恐懼的 所以說當這個印尼發生了大排華事件之後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去幫助他們 中共也沒有幫助他們的 中共到了那個時候就不理華人了 用完了就拋棄把你們當作炮灰 這個印尼的排華事件後來一直有持續 一直到了98年 那個時候是蘇哈托執政的最後的一年 印尼已經爆發了反對蘇哈托的這種革命了 那個時候蘇哈托又鼓動了一批暴民去排華 妄圖轉移視線,妄圖抹黑那一場革命 在98年的排華暴亂當中 又有一千多個華人被殺害了 幾千家華人的這個企業被燒毀了被搗毀了 華人承受了巨大的損失 而這個損失的主要的罪魁的禍首 除了蘇哈托政權之外,那就是中共 中共是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中共是把印尼的華人完全是當作炮灰在使用 當印尼98年排華事件發生之後 全世界好多個國家的政府、人權機構 都紛紛出來譴責 那很多華人就到印尼的中共的大使館 去尋求庇護,中共大使館拒絕了他們 說你們已經加入了印尼的國籍了 我們不能干涉印尼的內政 他們甚至都不願意發一個聲明去譴責一下印尼政府 那後來那些華人就轉移到美國大使館去尋求庇護 那美國後來派了這個輪船軍艦 去把一批華人難民接到了美國 所以當時那一批印尼的華僑華人在走進美國的時候 哭著說您做美國狗也不做中國人 並不是說我們中國人不行 而是說中國的政府不行,中國的政府把他們害慘了 而且不管他們,那這種血的教訓大家一定要記取 雖然在西方社會即使是中共再怎麼挑撥 即使是中共運用他們的走狗爪牙在這裡故意的製造 種族的衝突,製造流血事件 我相信西方也不會興起大規模的排華運動 更不會有大仇殺 但是這會影響其他族裔,影響西方國家的政府 對整個華人社區的他們的這種光感 對於華人在和其他族群的互相的理解 今後的和諧共處相當的不利 對於華人今後的發展也是有諸多的不利因素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記取前人 記取過去的那些華僑的慘痛的教訓 不要做中共的棋子,不要做中共的炮灰 好了,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